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生日禮物 親戚、朋友、家人 送的生日禮物我都不要說 其實越來越多的商業機構 都會借助你的生日 給你一些禮物 做一些產品的促銷 究竟是有用沒用 好不好 我們現在馬上去看看 最近我收到的生日禮物 商業機構送的生日禮物 我將它做為一個分類 包括一些實質的禮物 有些有Coupon送給你 有些就純粹是發電郵 告訴你生日快樂 最後還有一些不關事的人 會發電郵 我們逐個看看 第一個 我覺得這個都挺大方的 這是一個歐士頭的按摩品牌 當然它有送一些Coupon 給你去買東西 或者可能去同一間的Café 會做一些Promotion 你生日時可以去吃 有些Discount 最實質的 其實有一個生日禮物送給我 就是一個無鮮禮盒 這個是實質的收到 至於你說無鮮對你有沒有用 就見仁見智 不過這個是一個很實質的禮物 我覺得也是不錯的 好 接著就到某個S時候的電信公司 這個電信公司 哇 這些禮物很吸引 那些全部都是一個名牌的 Birthday cake 或者很多分給你 它可以讓你有很多選擇 那麼我不逐個去看 你沒有 都是用這個台 你用88元Pan 就不要想 這些當然要專櫃客戶才有 即是你把8元Pan 肯定不會送給你 好 就到這間快餐店 這間快餐店 都不錯 有三個禮物 你就三選一 雖然全部都是很便宜的 10元 8元的禮物 但是 都叫做實質送給你 好過沒有 另外就到這間Pizza店 Pizza店 他就送錢給你 他就送50元給你去買 不過 其實這間Pizza店 其實都越來越貴 那50元 好過沒有 但是 如果你說 只買半價之後 再用這50元 其實可能 二三元就可以吃到一個Pizza 都 生日快樂 開心 是不是 那有些不送實質的禮物 會送給你 其實無非都是想叫你去買東西 例如這間C字頭的相機 還有Printer的品牌 其實折扣率都算大 有8折到8折到8折 還有送些分給你去換禮物 因為這間品牌的相機 其實都挺貴的 如果你說真的8折的話 其實就OK 如果你喜歡拍照的話 好 然後這間就是一個 網上賣衣服 附鞋物的品牌 它會有一個75折 給你一個Code 你自己上網下單去買 那75折都算多多的了 好 接著到這個連鎖的運動品牌 它就是送一個100元的優惠券 但是你要買滿400元才可以用 算起來都有8折 可以接受 這個也不錯 好 接著到這個壽司的品牌 它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你越多人去吃的 折是越低的 不鼓勵你跟朋友去吃 你跟一個朋友去吃 其實就是最低 因為有5折 但如果你跟多幾個去吃的話 那折是越來越低 說到尾其實都是自己一個人 其他人就是5折 好 接著到這個S折的銀行 這個銀行 它就找了一堆酒店 以及一些高級商場的品牌 提供一些折扣給你 你生日如果去吃飯的話 它就會有便宜一點 也會有蛋糕菜 當然它也會推銷你一些銀行的產品 但其實它的折扣都很低 只有2% 這個就有點不太有誠意 好 接著到純粹祝福系列 純粹祝福即是說 其實沒有實質東西給你 送上最真實的祝福給你 包括有這個中資型銀行 這個就誠意不大 因為是一張Template 連你的名字都沒有 隨便提出方低清的圖給你 另外這個保鏡公司 這個就有名的 不過都是Template很容易整 這個F字頭的投資公司 不過它還有老闆的簽名 好像很重視你 接著就到可有可無 所謂可有可無 即使送給你 你都未必會用 其實是沒有誠意的作品 例如這個網購 這個網購給9字 算吧 9字 每個地方都有 這個化妝品牌也是 即使它平時 就算打風 就算出來的優惠 都不止這個字頭 9字真的不送 比送 另外一些就說 送分 送分你要去買東西 又是你買了東西才送分 這分不知存多少 才可以換禮物 有些更搞笑 例如這個存理數的平台 他說 如果你在這個月份 兌換超過15000分的禮物 他就會給你2000個禮數的回贈 首先前提就是 我要15000個禮數 我才可以去換 15000個禮數 如何剩下 就是你又要平時存回來 又要用分去換 然後他才說 簡單來說 就是減回2000個禮數 那 很難得到 另外這個 L字頭的德國航空公司 又是搞笑的 又要送 即是你預訂酒店和車 會有1000個禮數 送給你 莫說說現在不能去旅行 就算去旅行的話 你這個也是很少很少很少的禮物 好 最後這個 其實 我真的不想說 其實 真的不關他事 這個人 就是你 看youtube看得多 都會見過這個人 一定見過這個人的廣告 煩到爆炸的廣告 那我不知為什麼 都關他事 算了 都不買廣告 那就按進去吧 車 就算了 不要再說了 那如果 你們都有一些什麼 收到的奇妮禮物 或者好的禮物 都歡迎在留言告訴我 拜拜 拜拜 拜拜